哇 我發現標股密碼囉 標股密碼 欸 芝麻開門還是什麼數字 喔 是00929這個數字 哇 00929真的 你不知道就落伍了 因為基增760億 史上最快達成這樣規模的一個基金 00929 月月費ETF的 這些標股 還有 微軟砍AI訂單 怎麼辦 可是AI股 逆空不跌 破底翻 MING PAO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立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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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大家好 我是上面跟下面不同顏色的 哲哲或哲謊 我也不一樣顏色 因為有網友說 哲哲 你怎麼不穿同一套 沒有一套的 因為大部分坐著嘛 然後有時候站著 好不好 其實很多套啦 我很多套 超激磚啦 好不好 不要這樣 謝謝折粉 好不好 赤裸裸跟大家講我的秘密 可是今天重點是什麼 今天重點是不知道就落伍了 什麼是呢 基增760億 差不多才幾天啊 三個月的時間而已 三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就基增760億的好不好 這個00929月月配ETF 這些標股是什麼 等下坤坤老師講 大家其實現在 福利者已經先講了 我們再跟deeper deeper deeper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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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這個東西喔 當然啦 不錯 英文不錯 來 微軟看AI訂單 那deeper deeper要找誰 deeper deeper 找最deeper的 坤坤老師 挖掘最深的 等一下再介紹他啦好不好 重點是來 微軟看AI訂單 AI鼓勵 地空不疊 真的不疊 破底翻 今天如果是 陳妍老師我就要他滾了 就是破底來 翻滾 翻滾來一下好不好 破底翻 那今天我們要吃什麼 因為利空不疊 我們吃 蝴蝶麵 這什麼東西 這吃起來有點像義大利麵 什麼叫蝴蝶麵 我突然沒聽過叫蝴蝶麵 喔真的有蝴蝶耶 喔 這是蝴蝶喔 對啊 有有蝴蝶喔 剛好我JuJu這樣子帶著上去 欸 不錯欸 等一下蝴蝶 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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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我第一次聽蝴蝶麵 這什麼戲啊 就像義大利麵的 某一種麵條的形狀 怎麼好像刀蝦麵喔 有那麼誇張嗎 這是義大利麵的口感 這是義大利麵的口感 所以吃起來像刀蝦麵 嗯 好吃嗎 因為已經冷掉了 我們今天很晚錄影 好吧 我們趕快好了 我去補充 我給 聽聽看老師怎麼說 那個1到100分 我給他30分 可能冷掉 冷掉的關係 沒什麼啊 就是蝴蝶很特別 就是蝴蝶啊 真的是蝴蝶啊 我以為你今天剛好穿黃色的 就蝴蝶悶到 有喔 有蝴蝶結的感覺 好不好 我們請下三位 肚子餓的分析師 第一位 合肌鼎分析師 來啊 這蝴蝶麵不就是義大利麵嗎 坦白說的 對啊 它是義大利麵 它只是做成蝴蝶結的形狀 讓大家覺得它有心肝 但實際上 它吃起來就是義大利麵 你不要騙我 不讓口感啊 你不能講人家刀蝦牛肉麵 也是刀蝦麵的啊 它這個就是 它那個麵 你等著拿 那麵看得出來嗎 這是一個蝴蝶啊 就是 戴上去就變成多拉A美 沒有戴的時候就多拉A夢 好好好 可是我們知道 多拉A美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多拉 多拉A美應該沒翻錯吧 為什麼叫多拉A美 不是多拉A夢嗎 她妹妹叫小 以前我們叫小丁靈啊 那是多拉A美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沒看我跟她不同年紀的 好沒關係 那你知道嗎 年輕人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們年輕人現在也不看多拉A夢了 好對不起對不起 基地老師 除了這個以外 等一下你會告訴我們那個 AI股會不會破敵方 會不會 好不好今天有點破敵方 蠻有機會的喔 那我們今天節目要看下去就知道 好啦我們再看下去啦 好不好 再看下去基地老師這些說法 看下去有沒有對 好不好 基地老師什麼 小老鼠 GD1788 GD就是G頂嘛 對不對 1788就是它的那個 1788 升高 升高是183 我以前差點被入選183Club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欸 只有這麼高 英雄第一屬名是我 有啦有啦他比我高啦有啦 太老派了吧 788好OK 沒有問題 好開玩笑 183Club 這個我就不相信啦 對啊 今天那個日期還沒到 還沒到4月1號好不好 女人節 好來 4月1號是要往前回推是不是 就是再過半年嘛 好再過半年是不是 好來好 好基地老師來 好 第二位來來來 聽說都用手 都不用手來吃麵 都用筷子的 堅持筷子吃麵的 我們想到他真的 我覺得他的嗜好比較 比較偏那種爛慢的 就女生喜歡吃的東西 他都喜歡吃 我發現 因為這種麵啊 義大利麵是女生喜歡吃的 這個魏公子 鍾坤真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這個麵還好 你來吃那麼多 這是剛剛被今天沒有來的來賓偷吃掉的 哪一位 就是 玉凱 他很誇張耶 原本是滿的 他每次幹嘛來 他來探飯 他來探飯 他來探飯啦 他來探飯 他來探飯 探飯 探飯 真的喔他知道 我知道 難怪今天製作人 剛剛跟魏公講說很晚才開錄 他說還沒準備好 我說為什麼沒準備好 應該是有人來拿飯的 好吃嗎 還好 還好 義大利麵那個麵 要比較硬一點 比較道地 有點太硬了 你說 你說道地的義大利麵要更硬 欸對這太軟 太軟 他不選太軟了 這太軟喔 心太軟 這心應該比較軟 太軟 喔我又太老派嗎 唱啊唱啊 你看年輕的唱不出來對不對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沒聽過無扯啦 我沒聽過無扯啦 沒有年輕的這樣 好你可以唱 你中時怎樣 你中時心太軟 心太軟 有走音嗎 你才站兩句 會繼續啊 就不會唱了 就會走音了 我也沒聽過我以前 聽我爸爸唱的啦 好好好 你爸爸 剛剛就阿公好了 那00929老師當然有一些秘密 好不好 然後資金都往00929這邊去 對 滿滿昆臣老師 來昆臣老師來 昆臣老師來 小老鼠 WE178 有沒有看到 這個都是一個1788 一個178 昆臣老師好不好 這昆臣老師的學經歷 這跟大家講的好經歷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看下一位 第三位 陳維泰分析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剛剛大家聊到這個 義大利麵的形狀 事實上義大利麵 除了這個 鋪蝶麵之外 還有所謂的貝殼麵跟螺旋麵 真的喔 喔 對對對 有很多的形狀 真的嗎 這是有些 小朋友還做成那個 像那個小車車的形狀 就這種螺形這樣子 他就故意這樣子 那會做成這些形狀呢 除了這個美光好看之外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要沾附更多的醬汁 喔 有凹 有凹啊 這個怎麼好像沒有啊 凹凸凸的 對他沾附更多醬汁 我以前有賣過義大利麵 啊什麼什麼都賣啊 什麼都賣啊 他也賣過 他也賣過雞 雞湯 是前女友是不是 是前女友是不是 是 我覺得你只想當飲食大亨耶 可是飲食業其實蠻辛苦的齁 真的很辛苦 沒有大家想那麼簡單 就是飲食業需求很大 可是競爭也非常大 對 而且人的是 他進入門檻不高嘛 不高 所以大家覺得簡單 而且重點是 我去重點是品管 人員的管控 品質的管控 這個都缺一不可 你先試試看 因為我跟你講 我認為一般人喔 對食物喔 是 大部分只給一次機會 對 然後你很喜歡吃喔 假設你很喜歡吃這家 你今天走位了 頂多再給你第二次 走位了 兩次就不行了 走位 不是這個走位好不好 搞錯了 兩次就不行了 所以飲食業沒有大家想那麼簡單 剛剛坤哥說得非常正確 這個麵芯有點軟 事實上在煮麵的時候 一開始第一次起鍋 要咬起來要有點生生的感覺 因為煮完第一次之後 你要再回鍋再炒 再炒這個醬子 還會再讓它更軟 所以第一次起鍋 一定是要硬硬的 而且那個芯要白白的 對 這才是一個 生生的喔 我都以為是沒煮走耶 基里老師 生生太平洋會不會上 我不會啊 我就沒聽過啊 又沒聽過 好啊 老師你真的是美食專家 你真的有賣過耶 我煮過 後來那個麵店就是 還在嗎 我畢業之後就離開了 打工啊 打工而已啦 我也是 但是我也是不得煮的 你也不得煮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在家裡會煮麵嗎 煮義大利麵要花很多材料 花很多材料 真的看不出來喔 要喔 看不出來要很多材料 真的謝謝老師 這家是人家 義大利人果然浪漫 創意麵 你好像很喜歡義大利人對不對 不會 我不喜歡 不喜歡 他那個捲舌衣 你怎麼帶走 好吧我不想 那 那 義大利人的鼻子就特別長 好不好 對鼻子特別長 好那除了這外 你不像義大利人好不好 OK 我問你一件事這叫什麼麵 這是哪一家 創意麵 哪一家 創意麵 這叫創意麵 對 餐廳叫創意麵對不對 是的 好謝謝我給大家30分謝謝 30分 今天有河姬鼎跟中昆蓁 好太無聊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單元 好 我給你3分 我給你87分不能再高了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請183club 來來來來 要先用跳的嗎 不要好了啦 然後到時候你會逼我跳 你都會來真的 我們講講就好了 要不要跳 要不要跳 不用不用 我怕我膝蓋不行 才剛打完三支脫尿酸 打下去之後已經花了報警了 你要謝謝我 真的 我跟你講我是不是講過了 你之前打PRP 我根本就沒有笑 還花好幾萬塊 喔PRP好貴欸 貴又沒笑 真的我跟你講我自從打了那個 玻尿酸以後我本來是 行奇的走路啊 這樣嗎 這樣嗎 這樣走路 哇 好靈活 馬上跳起來了 跑步啊 肩步如飛啊 神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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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機嗎 有時候計差跟其他這樣 我是不是兩個 是到一個年紀 中年人談論話題這個 因為談論要買什麼輪椅了 那是下一步是嗎 坤老師不用笑 你沒有那個再差幾年而已 我能 我能 能笑已經是這幾年了 我今天要趕快笑 珍惜一下 時間還沒到 我以前 我以前也不相信 他不相信對不對 我以前也不相信 這什麼啊 那種三鐵我還在拚呢 我現在都不敢拚 你不打剝尿 你不打剝尿酸 我看你怎麼拚啊 我打了以後是不是有差 有差 打了以後有差 你要打那個半年的 不要打那個 一個什麼三個月一次的 這次我跟你講哪一個牌子 我覺得不錯 我打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跟你講 好不好 我怕年輕人聽不懂 我們還是先不要這個話題好了 膝蓋打剝尿酸真的有差 好不好 我知道還是有很多年輕人 在看我們的節目 好好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微軟感訂單 到底會怎麼樣 先看一下FED 要不要升息決定台股的下一步 是 因為今天晚上凌晨2點 就要公布這一次 到底會不會升息 那目前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不升息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目前我們從FED Watch 我們這邊應該有圖是FED Watch的那個機率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不升息的機率 就是維持現利率是5.25%到5.5% 是99% 也就是說 根本就是賭定嘛 賭定不會再升息了 那11月會不會再升息 70% 對不對 因為維持原利率嘛 70% 12月呢 59% 所以看起來啊 5.25%到5.5% 今年不會升息咧 看起來是不會升息了 但是市場還是我會比較擔心 所以今天台股還是下跌了 還是下跌 先跌再說 現在就賭定就是不升息了 不升息的話 大家是想要知道說 FED的會後 他們到底會不會很陰 就說我們要繼續再升息 然後就大幅拉高 下下個月 或下個月升息的機率 老師那推背圖來一下 來 我們推背圖先嗎 來 那如果說啊 比較偏陰的話 就說通膨很難纏 我們下半年 應該說也沒差幾個月了 這巴爾談話嘛對不對 到時候會說什麼吧 就是說如果未來要繼續升息的話 有可能會就 再次回車萬六 這是有可能的 看他有多陰啊 如果說要再繼續升息個兩碼三碼 三碼 兩碼三碼的話 那可能真的就一萬六了 那當然他如果比較偏中性一點 我覺得目前來講 偏中性的這個機率是比較高 畢竟現在布倫特原油就是 國際原油啊 是持續的向上 陰加哥啦 保留升息可能 但又觀察 事後效應 升息這麼多的時候 到底會不會 隔一頓子 比如說隔山打牛 隔了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才知道效果 對 目前來講我認為這個機率是比較高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擔心 現在就是這個機率比較高的話 就是區間震盪 就大概在16264點到17000點之間 就是一個區間震盪盤 好那再來如果當然比較偏割 看他有多割啊 然後如果割到說 我們下半年不止不勝息 我們明年初還要再降息 哇那股票噴定啊 對不對 好那如果說是有那麼割的話 那就有機會挑戰17463點 前波壓力線 前波壓力線突破之後 就有機會持續向上 那這是機率比較低 目前來看 我覺得哥加鷹這一課啊 機率是比較高的 就是一直鷹哥啦 我想大家應該認同 鷹哥 你有去跑步跑到從 我沒有跑到鷹哥的課 我只有去看過那邊博物館 那你最遠跑到哪邊 最遠 就是不是比賽的 是自己跑的有沒有 我自己跑 跑步喔 我都在家裡跑而已耶 真的跑 對啊 而且跑就直接插上三鐵了喔 就是在家裡 跑那個幾棟樓圈圈那樣子 真的喔 不久無聊喔 可以邊聽音樂邊想事情 大直那個大佳河賓公園那邊 對啊 其實有陣子我有在那邊跑 那邊其實繞著原山跑還蠻漂亮的 我騎腳踏車會騎比較遠 我騎腳踏車會騎比較遠 我騎腳踏車會從大直騎到那個深坑 再騎回家 大直騎到深坑 對 好遠喔 一個北部一個南部耶 對啊 真的啊 一個北一個南耶 這從我家騎到深坑啊 我騎腳踏車會騎比較遠 然後去吃臭豆腐 對吃個臭豆腐再騎回來 這要騎多久啊 可能要三四個小時 不只一個 因為他只能繞路 你得繞一圈嘛對不對 對啊 你是沿著合體喔 沿合體啊 山崇板橋這樣子 從我家大直那邊會先騎到 就是那個 大道成 騎到大道成之後 一路往下走 走到四星大學那邊去 從四星大學 大城到四星大學很久欸 很遠欸 對對對 就一直這樣騎下去 一直順著路騎下去 那你騎車都在想什麼 我騎車 就在想事情 想說 你怎麼好像在搭山他 騎車你有沒有想我 沒有 可以想我這個意思 想要老師問我問題 好好好 不是問我問題 問老師問題 你看你看你看 又搭算他了 是不是183嘛 老師因為下一次會議 是在11月 那有沒有可能在11月之前 都在區間震盪呢 這是有這個可能性啊 但是我覺得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10月1號之後 台股有一個轉機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一個轉機 就有機會帶動台股 也許有機會挑戰區間的高點 突破之後 就有機會再創新高 好我們繼續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 10月1號什麼轉機可以講的嗎 要先講是不是 好 那其實10月1號的話 美國債務上京都 我知道你那個 我知道你差不多10月 10月 雙十節 三十節的時候 10月8號他要轉機 對 一直說我梗 對 他好不容易一年了 兩年要出國了 假的 找票價 所以我知道11月8號你會轉機 對對對 真的要轉機 下次不要這麼快破我梗 我先講一下就是 因為最近今天來講 為什麼台股持續的往下跌 剛剛我跟哲哲講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 美債殖利率過高就是5.5% 所以外資一直賣 再來第二個原因就是 期貨嘛 今天是期貨結算日 所以是有點壓低結算 所以今天呢 期貨結算是造成了一個賣壓 造成股價有沒有 持續往下跌 這邊就出現一個 假突破之後就往下 這樣看起來季線是還有點壓力 對 所以也符合我們剛剛講是一個區間正常 那10月1號呢 那10月1號之後 因為我認為 現在美國政府啊 因為美債殖利率 為什麼是10月1號啦 美債殖利率過高嘛 那所以現在美國政府 他的債務又達到了一個 快要到上限了 對對 所以美國政府 可能在10月1號 又要關門了 那美國政府如果10月1號 要關門的話 大家想看 美元這會衝擊市場對美元的信心 那美元的價格就有可能會往下跌 那美元價格往下跌的話 相對來說台幣就會怎麼樣 往上 那台幣往上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吸引外資回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啊 台股在這樣往下跌 最大的賣超來源 有一個關係就是什麼 外資啊 我們看到今天外資 外資今天是不是又賣了 又賣了 181億 對 所以呢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天 外資一路的在賣 那如果10月1號 美國政府真的又碰到了債務的問題 那也許啊 美元就會貶值 美元貶值的話 相對新台幣就會升值 那外資就有機會再回流台股 再加上台灣還有一個穩定的力量在哪裡 投信 投信這一波大家都知道 00929嘛 嗯 00929發出去之後 哇 大賣瞬間變成老四了 他直接就是搶 搶工那個月配席的大餅嘛 我算過00929每天都 基本上都增加20億 對啊他先吃個月餅 那你今天20億是不是要去買 一樣啊 又不只他投信 又不只他基金增加 對現在重點就在這邊了 你00929賣得這麼好 其他投信公司會不會眼紅 會 那要不要發 不要 要發嘛 現在據我了解就是10月中 中信 中信也要發了 對 那這些公司都發了 因為他另外一家 對 那你說這些公司都要發 月配型的ETF的話 會不會有持續性的投信買盤 嗯 那會啊 所以投信這邊買下去 外資再給它吹下去 你說台股會走空嗎 有有 我認為 我是說不會 我說老師謝謝你 你把坤曾老師的講完了 坤老師你今天可以休息了 謝謝 拜拜 我講得更深入一點 喔更深入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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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一個女生也做這個動作 我學你們了 DEEPER DEEPER 好 所以我先跟大家解盤 我沒有要跟大家解 00929 好 所以我以這樣的兩個觀念來看 那 不好意思我猜合話 坤老師你也DEEPER DEEPER一下 DEEPER 我講得更DEEPER 我知道 我是說 大盤你怎麼看 怎麼DEEPER 大 好 大盤我覺得說 沒有說太大問題啦 因為說 其實 從各個面向來看 就是包含說 像是產業面 像是美國的總金也好 對 因為說以美國的總金來講 鮑爾還有說葉倫 他一直在強調說 他們會讓美國的經濟軟著陸 也就是所謂的Golden Lock 金發女孩經濟 那如果說軟著陸要持續的話 基本上明年的聯準會 他就一定會降息 對那只要說這一次的利率會結束 不論說有沒有升息 我覺得 都還好 但是只要說 當然在今年的第四季 投資人對於說 明年降息的預期心理 越來越強的話 其實大盤 台股我覺得 不太可能會跌到哪裡去 對所以 整個在季線跟月線之下 反而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切入點 謝謝坤老師 DEEPER DEEPER的解析 好不好 我看一下上葉 上葉就是剛才那個FED的那張 這邊我們有寫 你看我們整理資料整理的 已經非常清楚了 根據最新的資料有沒有 根據第二月份的資料 官員對2023年的利率預測 就是今年年中預測是5.6 所以其實幾乎 那不可能是1嗎 最多 最多 我怎麼不會升 可是明年有可能降息4 再來明年呢 明年大家可以看到 明年的中位數是4.6 4.6也就是會降息1% 1%是4 4 如果降息的話 那個什麼 00933B 還9多少 就是那個債券的ETF 還有就是有些股市 那就會上上 明年股市還會噴喔 對啊 因為你已經30年 應該已經40年 大家沒有研究過 就是降息是因為通膨降溫的降息 維莎老師應該沒有經歷過吧 那時候還沒在做股票吧 對不對 所以這種環境其實很難預測 可是至少有降息就好事嘛 資金潮會比較怎麼樣出來 對 沒錯有降息市場上資金比較多 資金比較多的話 不管對股市還是債市都是有利的 好所以呢我們目前來講 他預測美國經濟成長 可能會有1到3到2% 所以我覺得大家整體來看 從剛剛從籌碼面到總經面 都已經幫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了 所以台股現在 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區間震盪在打底 大家真的不用太擔心 現在絕對不會是一個空頭 因為有固定性的買盤 00929都跟大家分享 好你看你又講坤森老師的 不能碰到00929就對了 可以碰可以碰 不能碰 因為福利社其實是我們最早講的 我們福利社最早講的成分 今天你看盤中好多財經節目都在講 對啊 其實我們很早就講 我們很早就講 要看VCR嗎 不必吧 對對對 我們直接看那個 幫我們放一下 製作單位那個1 放一下那個之前 那個00929的 我們那個福利社的那個特別單元 好不好 放一下好像9月12號的時候 對 放一下連結 剛剛看一下 那時候我們就稍微討論過00929 這些股票的特性 好不好 好 那重點是他還是會帶行一波 就是大家都去賣這種月配型的ETF 搶食月餅 剛好冬秋節 賣應該是說就很多人會買啦 很多人會申告 好不好 月餅 來 月配型的大餅 哦 月配型的大餅 月餅 好好 等一下有菜籽嗎 好酷炎喔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 你給 三分 不是因為你沒時間的 好沒時間的趕快趕快 外資其我未平常的 多擔增加了耶 對空擔減少 空擔減少 對 為什麼今天結算日嘛 對啊 所以看起來這個結算日 好像並不會太差 對啊 所以現在空擔減少了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從沖行一來看 台股是不走空的 大家不要太擔心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沖行一不走空 今天有些AI股 有一些反彈啦 老師 那有人說AI是泡沫 但今天利空不跌 怎麼會這樣 對看起來 AI股嘛現在就很多的負面升量 那其實我覺得主要的原因 都是什麼 上一次的廣達技嘉偉創公布 還沒有公布出 還沒有公布出一些 比較漂亮 比較讓人驚豔的營收 所以就股價就一直往下跌 因為一直在往下跌過程當中 大家就會持續的懷疑 AI到底是來真的還是來假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傳言 比如說像CheckGPT啊 它的流量開始下滑啊 AI根本沒有那麼好啊 Microsoft它推出的一個 Office的訂閱啊 那訂閱數也不如預期啊 那現在呢 今天早上報紙又傳出來說 微軟下修了它H 就是輝達H100晶片的一個訂單量 那就代表說 它的拉貨是不是在放緩 所以現在很多的AI 負面的升量 就是說 H100的晶片已經被滿足了 所以現在微軟也不要了 那會不會很多人都不要 現在有重複下單的一個疑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市場上有傳出這麼多的利空 但是 AI股其實沒有再大跌了 其實就差不多就在守在相對的低點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 Microsoft的部分 雖然說傳出來訂閱數不如預期 但是沒有持續往下跌 跌下來之後就收紅收紅 看起來就是在打底 那NVIDIA也是一樣 NVIDIA雖然說跌破季線 但是說真的 如果跌破季線要立刻走空的話 通常在三五天之內 它會持續不斷的往下噴 是往下噴不是往上 會持續的往下跌 所以看起來沒有 它跌下來之後就收紅 這黑色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跌下來之後收紅 那現在就是平盤附近做震盪而已 所以現在很多的利空不跌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今天下午 今天不是今天下午 是今天早上報紙又有新的新聞 就是我們的那個Intel Intel它也加入了AI的一個新的戰局 就是矽經濟 會帶動8兆元以上的美元的一個新的產值 8兆美元 8兆美元 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他們就要實現一個AI無所不在 早上有講了 宏基 Acer 對不對 它要推出 明年要推出一個AI的比奇心電 是明年還年底 明年 明年初 明年初 因為就是配合那個Intel出的新晶片 AI PC 對 對 AI PC 所以它就是要讓 邊緣預算對不對 就是要讓AI的一個無所不在 就是在任何的一個中端設備 或者是雲端設備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說在客戶端 就是用筆電碼 中端 雲端 網路端 各式各樣 都要讓它全面的普及 那既然會全面普及的話 就帶動晶片的產值 持續的增加 以過去五年來看 過去五年晶片的一個增長量 是增長五倍 那如果AI帶動的話 未來十年 光是這些晶片還軟體 會帶來十五倍的成長 就是所謂的矽經濟 那這個矽經濟 它會帶動整個科技業持續的成長 預估整個成長的金額 可以高達8兆美元 8兆美元很可怕 大概是新台幣 大概255兆的一個產值 那其中 AI的一個驅動半導體 它的產值也會高達5740億 那我們看右邊這張圖 就可以非常清楚 AI的產值我們這邊放大看起來 幫大家看一下這張圖有沒有 它的一個 AI的一個半導體的產值 是逐年的增加 從2022年這麼少 一路向上不斷的增加到2027年 這2027年呢 可以增加到最高AI半導體 可以產值到1116億美元 佔整體半導體市場是15% 你看 這是AI 這綠色是AI 這整體來看 已經會高達15% 將近15% 所以AI並不是一個泡沫 AI是真實存在 真實存在 未來會都散播在我們 各個生活領域裡頭 的一個實質上的應用 那 從一個台灣的一個 AI相關類股來看的話 大家應該都沒有信心了 因為 對啊 今天是不是死毛條 你跳一下就沒有 真的 你覺得是嗎 沒有 我說不是 我說看起來像是死毛條 但是他不是 好 不要誤會 老實在外資有買 你今天好多指標 你得快速說一下 為什麼 看好他 因為我認為大家可以看到 8月份的營收 我們從8月份的營收來看 幾下有那麼差嗎 放大 沒有那麼差嘛 他月增37.3% 年增51.2% 你說這營收就是準備開出來了嗎 他是營收裡面算最好的 比尾創還好耶 對啊 他們有些是 對啊 是年增月減耶 那再來 你看技術指標 KD指標已經落到最底了 通常來講 如果KD 什麼叫最底 20以下 KD指標已經落到20以下 跌無可跌了 跌無可跌了 就是一個鈍化 那如果在一個鈍化的一個階段呢 通常來講 他如果真的是一個空頭走勢 他會從鈍化開始 不斷的一直往下再大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 有啊有跌啊 沒有那麼大 越跌越少 有沒有從這邊開始賺喔 從他開始鈍化開始 就是KD大概到20開始 他的跌幅沒有 沒有持續的加強 他是慢慢緩跌之後 你看今天又收了一根紅棒子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KD指標已經出現鈍化 那外資呢 外資從本來一路的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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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達他就會漲 偽創他就也會跟著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裁光店的部分一樣 他現在就是應該區間震盪 他跌到400塊之後一樣 跌到400塊 忽然破底 跌下來之後 馬上今天又收紅 守住了400塊的一個整肅關卡 400塊的整肅關卡 所以現在看起來 400塊要注意一下對不對 好沒關係 400塊沒有跌破就是有守嗎 看起來各方面他的月增 他的營收月增也是6.7也是不錯 而且他有蘋果手機的一個定檔 所以我認為他也不會太壞 從外資看起來的話 外資也是持續的買不停 外資沒有賣啊 那KD指標也落頂 所以我認為400塊附近 400塊附近說不定是可以 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介入的一個點位也不定 好沒問題 400塊先觀察有沒有破 對 沒有跌破的話 其實400塊在附近 應該是不錯的一個進場點位 對 甚至可能是相對的低點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追檔股票 我們快速看一下 行程的部分做伺服機機殼廠的嘛 那機殼廠的部分 其實就是收到Intel 還有ND的一個新的平台開始 他其實8月份的營收就表現得不錯 目前看起來他還是維持相對的強勢 那這幾天呢 往下跌他跌幅也有限 守在大概60日線 就是季線的關卡附近 並沒有完全性的跌破 看起來都是 跌破馬上拉起來 跌破 就有機會馬上拉起來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幾天有沒有在拉回來 外資跟KT我們迅速看一下 守住就是季線 老實說外資不怎麼樣嗎 外資的部分也沒有持續在賣 看起來最近 最近都有在買超買回來 對 那KT指標的話 現在就是應該 有買回來 有買回來 真有買回來 我說有買回來 你看買的是比較多的啊 那KT有點環境交叉了嗎 看起來是有點向下 但是這邊就是一個震盪格局 所以他 他就是在50附近震盪 所以他的這個 上面的股價部分 他也是持續的震盪 那當然震盪要早買一點 你不要等到噴出再來買嘛 好 老師說的很重要 在震盪的時候 曖昧不明的時候 進攻 對 再進攻 對 好不好 deeper再deeper deeper再deeper 好不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一些想法 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的 有 趕快 不要讓 不要讓 不要讓何吉田老師睡 不要讓他休息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昌龍跟金剛 來老師 謝謝老師 我想吃個麵可以嗎 先講完再吃 對 好 講完再吃 昌龍我想 最近 講到航運類股 大家應該都嚇死了 沒有人敢再碰這個族群了 那其實我覺得航運類股 是有利多的 第一個利多是什麼 巴拿馬運河 巴拿馬運河那邊乾旱 他水位很低啊 那現在水位很低的 現在大船都過不去了 只有小船能過去 目前來講 每日通行量只有32艘 那在運河的外面 大概有100多艘的船 都在等 都在等著進去 所以就帶動什麼 BCI指數啊 就是航運指數 持續向上 我看到BCI這一個半月 他上漲將近是翻倍漲 所以運價指數持續向上 那再加上 航運類股現在籌碼 非常乾淨 不進的話我問大家 現在叫你買航運 現在請大家買航運 你要不要 應該不要吧 對不敢買 沒有人敢買嘛 被上一波嚇到了嘛 那所以你看 嚇到今天台股大跌了 100點以上 那航運類股長榮有跌嗎 其實今天的航運幾乎全面性的再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航運相關類股租群 那你要再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其實大家說那個長榮他的那個殖利率 其實他殖利率還有5%左右 那既然有5%左右的話 我認為他就有高殖利率的保護 那目前來講股價呢 大概在115到120之間區間震盪 我覺得在這個區間震盪之中呢 只要沒有跌破區間 我認為短線上都有機會持續的挑戰新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長榮 好 下一檔股票 金剛 金剛的部分他做特殊鋼的 那做特殊鋼的話 他的那個產業的範圍包含的 比如說像軍工啊 航太領域都有包含 那另外最近 蘋果出了一支新手機就是iPhone15嘛 那嘴巴聽說要換了嘛 那他是不是用最新的什麼 Ti 從來沒有人用過喔 那既然 蘋果要用Ti 那你說Android系統有沒有人會用Ti 會啊 可能會掀起一陣全面用Ti的一個風潮 那相對來講呢 特殊金屬金剛 他就有機會 就有想像空間可以受惠 那目前他的基本面其實也不錯 8月份的營收是再創今年的新高 Q2的每股盈餘呢 是0.52也是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基本面不錯 今天台股大跌超過百點 照樣突破前高36元的一個壓力區 所以短線上來講 他只要沒有跌回36元 都有機會再次挑戰新高 好 謝謝老師 金剛這不錯 希望他是金剛不壞之聲 金剛不壞之聲 整組不要壞掉 我以為你要叫一下 喔唷喔唷 那是泰山 喔 是泰山對不對 搞錯了 嗯 那猴子你會不會 猴子 嘶嘶嘶 你看 嘶嘶 他滿聽話的吧 不要戲弄他了 不要戲弄他了 好 廣達跟台藥 台藥 來來 貴公子你好 好那 廣達一樣是要給大家信心啦 因為說很多人說可能說 廣達之前是買在高點 然後近期看這個股價 現行看起來很可怕 對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以廣達來講 廣達目前的在手訂單 在2024預估的EPS 至少就是14塊以上 那如果說以14塊以上來講的話 你講是在手訂單 EPS就可以14塊了 真的 對 就只要被 沒有被砍單的情況之下 廣達明年 基本上就14塊以上 EPS14塊起跳啦 對 所以現在比較的話 差不多就15倍本益比 差不多15倍 對那其實如果說以這種 大型的 AI的組裝跟代工廠來講 15倍本益比 如果說這樣子的位階都不會漲 那其他的股票 其實要動難度就很高 對所以我覺得說 以廣達來講 只要說ETF的問題 跟籌碼問題稍微消化完畢 他都還有高點 可以去做期待 那重點是 廣達現在其實他是台股中 第四大的全值股 對那如果說 大盤要漲 廣達他還是得漲 因為畢竟說他權重目前已經有一點太大了 對 因為本來漲嘛 本來不是第四大的全值股 因為這股價漲了一倍嘛 就變成第四大的全值股 所以台股要漲 廣達要漲 也要漲 廣達不好 台股怎麼好 因為台地點都漲 台地點漲你不漲他也很奇怪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老師你好 好 那下一檔就是6174的台耀 那台耀是做銅箔基板的嘛 那台耀主要就是說 近期其實很多的PCB廠都非常的強勢 包括像是滑通 電影投控 這些都不錯 那PCB廠好的話 他一定就會連動到PCB裡面 再更關鍵的CZR銅箔基板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連動關係 是有機會成為說接下來 即將要補漲 或是說接棒PCB族群的一個族群 就是銅箔基板 那以銅箔基板來講 因為說以AI的伺服器的換機需求來講 其實銅箔基板的受惠程度是非常的高 對那以台光電來做相比的話 其實台耀它的位階 相對也來得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說接下來是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好 這些兩檔股票 來我們來看下面兩檔股票 來漢堂跟星星設備產商嘛 跟這個BDI指數的受惠股 航運股 老師你好 是 漢堂它是這個無城市的一個廠商 那麼它在今年目前的在手訂單 已經來到601.79億元 它今年上半年的這個EPS是12.61億元 那麼它的一個YOY是高達68.28% 所以其實在展望說接下來這個 所謂的它的大客戶台積電 它持續的在做一個擴廠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說它接下來的一個營收 應該還是有機會在逐步的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那重點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公司 它現在的一個股價 都是維持在這個月線跟季線之上 還有就是投信 連續性的對它進行這個買鈔動作 那所以預期呢 它在這個9月底之前 投信在沒有說大幅度的一個調節情況之下 它很有可能就是 第三季的一個投信的季底作帳股 這個是漢堂的部分 好 第三季的季底投信作帳股 有沒有分到 老師 投信買這麼多 這麼誇張 這個不會是00929的成分股吧 答對了 叮叮 最近市場上面非常紅的這個00929 它的一個重要成分股就是漢堂 是難怪買成這樣子 那等一下要問貴公子昆蓁 昆蓁老師 大家今天都搶你放碗的 這個放碗不好拿啦好不好 到時候就需要你的好不好 00929 哎呀 真的很紅 難怪投信買成這樣子 現在有它就最紅了 好 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好 第二檔個股呢 是星星航運 2605的星星航運 那延續的剛剛這個 基林老師所提到 就是目前的一個 所謂的航運的一個警戚狀況來看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我認為它最壞的時間大概已經過去了 那再加上呢 在這個散裝航運的部分來講 第三季是他們的一個傳統的旺季 包括像是 巴西的澳洲的鐵礦砂的一個運送 還有就是南美洲谷的運送 基本上都會有辦法去支撐 就是 BCI 或是 BDI 的一個指數 反覆往上去走高 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在整體來看 像是散裝航運 跟剛剛 這個何老師所提到的這個長榮 它目前的一個股價 都還算是屬於低位階 而且是有點 屬於大底 剛剛完成了 這種所謂的一個底部形態 所以如果是拉回的話 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甜股幫你圈 登登登登登 不知道就落伍了 不知情就怎麼樣 不知情就沒事 就激情了 貴公子來了 你喜歡他嗎 我已經準備好禮物了 什麼禮物 可以說 整個解開來是不是 老師 請幫我解鎖吧 什麼意思 解鎖鼓 打開鑰匙 打開這個門 那個鎖 你的心門嗎 不是什麼房間的鑰匙吧 給你鑰匙欸 這個暗示太明顯了吧 我跟你講 這暗示太明顯 我看了之後只有兩句 兩個字可以講 阿門 過門過阿門 天哪 這是意思 好 謝謝你 不錯 好 那 解標股就好 不要解衣服 好不好 也不要不解風情 好不好 好啦 那 今天就是講這個最紅的00929 是 那當然說今天 既然要講00929 就要講得更深入一點 Deeper Deeper 不然這個 大家現在都模仿我們 這個 真的真的 其實我們福利盛 你看我們哲本就知道 以前一年初的時候 一開始講CPI 大家都不講 就後來大家都講CPI 現在CPI不熱門了 不熱門了 然後說我們一開始講AI 後來講AI 對 後來00929 現在每個人都在講 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 這樣講好久的時間 所以大家現在都很深 今天 我看到盤中的連線 好多人在講 我至少聽到30次以上 誇張 至少是教我們一下 怎麼Deeper好不好 怎麼更深入 因為說如果單純去解這個00929 這就滿無聊了吧 這是大家都在講 那是要針對裡面的 而且今天要特別講一個 00929的缺點 我覺得它裡面有一個 就是以整個實際面來講 有一個有一點大的缺點 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 它這個是6月9號 我覺得說這個日期很重要 6月9號掛牌 你喜歡這個數字是不是 搞錯了 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特別喜歡 好 那00929富華台灣科技 優習一天五 你說 不是我先解釋一下 6月9號上次 它剛好是在第二季 到底什麼日期 你都很奇怪 不是我在6月 什麼10月1號很重要 好好好 在講你喔 來 6月份掛牌 因為它這個時間 剛剛好會是裡面成分股 很多成分股的產業股底 對所以剛好說天時地地人和 那再來你去看 五窮六絕七三調嘛 對 好來 那再來是9月19號 就是截止到9月19號 規模已經突破760億 760億是非常非常誇張的數字 對那 所以人數已經超過了30萬 那我覺得說如果說 扣除掉一些老人 扣除掉一些小孩的話 我覺得現在大概 每三個人就有 一個人在買00929 我覺得這個比例是差不多的 對所以 你說接下來會不會有機會成為說 整個台股規模最大的 我覺得有機會 台股最大你的機會喔 你讀很大耶 但是 最大3000多億耶 前提是 要觀察說接下來 其他投信發出來的月配 因為說 就是企配都不太對手了啦 對因為說 現在大家會 一直去買00929 主要是沒有其他的月配 但是如果說之後有新的出來 之後有 可能就會掛本掉 我們福利社就已經deep了 對啊對啊 可是他們缺點就是 嘿沒有平準金 嘿可是我發現散物很喜歡平準金 因為我一直講 平準金不好 一堆人在罵我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他最大的勝算嘛 對 勝券在握 所以你講得怪說他有行 是 我覺得我要插斷的話 我覺得00929 第一個不是他月配的對手 他有一個對手 他一出來他就輸了 你有什麼輸了嗎 哪個對手 哪個日日配 日日配一定就贏他 馬上3000億 不是日日配太快了 快快到是不是 周配 周配 周配喔 對 周配主管警官會過 隨便開玩笑的 周配也不錯 這不錯喔 先周配才日配 對啊 後來變上無配 跟下無配 雙周配 雙周配 雙周配不錯喔 雙周配不錯喔 他我很想要買喔 一年配個26次喔 真的是 我們來看一下 賞戶就喜歡這一位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 近期整個AI股在跌 其實跟00929也是有關係 9月12號 9月19號 一個禮拜的時間 0056怎麼樣 0056是下降了21億 蛤 0056不是不敗王者之一嗎 不敗高股期嗎 對對對 結果竟然 而且這個是時間很短喔 是一周時間下降了21億 一周21億很多耶 對很多真的很多 那00878也是下降了20億 這也是曾經的王者 老師你覺得是因為有人贖回是不是 還是股價下跌 因為大家去想 假設說你只有一套資金 假設說好你就100萬嘛 那你100萬原本都是在0056 那看現在說00929這麼的熱門 你一定會先把你的0056先賣掉 每個人都在講嗎 對那賣掉之後 你才會去買00929 所以就會變成說 0056跟00878 它會有一些贖回的壓力 是一個禮拜203億很扯耶 對啊那 每10周就2000億耶 這是全台灣股市 這個17年來才累積2000億耶 對啊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例是蠻誇張的啦 那有優點就有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它真的是把一些原本還不錯的股票 就是造成說比較大的賣壓 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來怎樣賣壓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來 好因為其實大家再去看 因為006、00878等也要賣掉了嘛 對不對 因為說投資人贖回 贖回就等於賣掉嘛 那賣掉投資金利等 他也要去把裡面的成分股去做下降 那去做下降 他自然就會有賣壓 那你去看 0056原本的成分股 有包含像是廣達 包含像是偽創 音業達 廣寶科 難怪今天AI股有開高走低嘛 對啊 我就不要聽基底那一段 就聽你就好了啊 沒有啦開玩笑啦 都有原因啦 我要記得是 因為你剛才就是說 剛才坤曾老師有意思插你的話 等一下你可以補充一下 這樣插他就對了 對你就插他 我盡量插就對了 對對對 好 我知道我等一下盡量插他 好不好 好 好那你去看 這些股票全部都是近期最弱勢的股票 這弱勢 原來如此喔 都是基因 都是籌碼 漢談也是籌碼 就是投信 是個天下的嘛 你說老師你說 對那你再去看 像是00878也是一模一樣 原本是廣達 華碩 偽創廣 廣寶科跟 音業達 人保 他們都AI 全部都是AI 所以他就會變成說一個 悄悄版的效應 0056跟00878 來網上看一下 0056跟00878 是00878 前十大AI股 我記得沒錯話 光是廣達 偽創 華碩 也是前十大的成分股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這些成分股都很像耶 老師 對啊 難怪AI股那麼弱 因為原本 因為00878跟0056 他原本就是主打高股息嘛 原本這些廣達 華碩 就是偽創光股 全部都是存股標的 對 像是變標股標的 對啊 近期才變標股的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些 比較重的賣壓 然後因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我00878 0056 12月份 尤其是 要調整 尤其是0056 好像是 0056 可能會被剔除這一偽創 對 因為他是 他是未來的一個鼓勵 對 00878是 怎麼樣 這三年的一個鼓勵預測 歷史三年 歷史三年 所以0056被剔除 大家覺得 0056可能被剔除 不知道等於 00878也會剔除 與其這時候被剔除 我績效變差了 我先換00929 對 現在大概預期心裡都會覺得 0056跟00878 會把這些原本的存股標的 全部都把它剔除掉 那我乾脆先賣了再說 對 會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說這是好事 對於說 你真的想要去超 因為 不論說0056 00878 還是說00929 它全部都是 主打穩健零股息為主 但是如果說 對於你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你是想要去賺這種 大波段 可能說50% 60% 100%這種 大的資本利得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 它會被剔除 就代表說 它已經從原本的定存標的 那慢慢的 變成說它是趨勢成長股 就是說它的爆發力是比較強的 它已經把 它已經把這幾年可能漲完了 已經先漲了 有可能 所以老師 AI股為什麼資金 人氣急速退潮 已經告訴大家答案了 因為0056跟00878 資金走了啦 去換誰 換你的00929 老師沒看的00929 對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來看 你去看喔 其實 00929 它的選股我覺得 都不一樣耶 對啊 我們Freezer已經第二次來 第三次探討這次股了 好 那我覺得 因為投信經理人 他們也 他們也不是笨蛋 對他們對於產業也非常了解 所以你看喔 這幾檔股票 細創 聯發科 見頂 晶圓店 企基辛普 智益瑞群光 這些其實全部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在 都很標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就是 這些股票它原本都有庫存的問題 那它庫存消化到合理水位的時間 都是落在第二季的季底 對也就是代表說 它在我們剛好提到6月9號推出嘛 那6月9號推出來 就剛剛好是它庫存消化的最尾段最尾段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00929它一推出來 那這些成分股 基本上它就是在產業的股底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說 近期怎麼會這麼的強勢 其實有一部分的原因也在於說 除了說大家一直買00929以外 有部分的原因就是說 這些股票的基期都非常低 它是剛剛好從它的股底降上去翻揚 難怪基礁看起來很不錯 而且漲很多 每一檔都標股 我們看細創 對 8016 8016的細創 來 8016一直漲欸 拉遠一點點 哇賽 不輸乾之前的一些AI股欸 對對對 然後那個聯發科 2454 聯發科牛皮股 欸 也漲一大段欸 對 還有見頂 3044見頂 欸 每一檔股票都好誇張喔 對 都非常強 但是 我覺得說其實 呃 因為我的看法是覺得 005 00929 它 它是助漲跟助跌 就算沒有 今天沒有00929這個東西出來 這些股票 它已經到了它的產業的股底 它也會漲 但是漲勢 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麼的強 助漲 那以後就助跌了喔 如果真的 如果出現多多配 欸 你一定要趕快放空這些股票 因為如果說 好 大家之後都不愛00929 它一定會變成助跌的效益喔 對喔 我懂的 如果以後大家不愛00929 它就會現在的0056 就是00878 對對對 那些它的成分股就被賣掉了 對對對 所以江山帶有人出啦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美女支持者喜歡你 老師 問你問題 因為現在這些成分股 都是投信被動買盤上去的嘛 那如果我現在就買成分股了 那現在投信如果轉為賣超 我是不是就跟著賣掉 我覺得這個是要這樣說 假設說 因為你的選股邏輯可能不一樣嘛 那如果說你買進這些標的理由 是因為 你看好00929 大家一直認購 對 那它會助長的話 那你說 欸 投信開始在賣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看一下 00929的走勢 如果說 稍微也開始有一點轉落 可能說跌破短期的五日均線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先出場 就可以先出場 或者是看它基金的規模 開始有人在賣的時候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因為要吃投信的豆腐 那投信豆腐沒有了 變臭豆腐了 就要下車 可是如果你是看基本面 你就不要去看投信的一個籌碼 對對對 就這樣的概念 老師你解釋得非常清楚 Go deeper了吧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 那所以該怎麼辦 所以老師你這樣覺得 我再問第二個問題啊 你覺得這些成分股 就是這幾檔股票 我們來把它翻 好 這幾檔股票你覺得還會不會再漲 我覺得會 會 但是不會漲到明年 因為我剛好提到一個重點 因為重說Pay要出現了 沒有啦 這開玩笑的 這也是有可能 這也是有可能 馬上去升高 對 因為我剛好提到說 我覺得00929有一個蠻大的缺點 就是它是一年調整一次成分股 一年 那你去想喔 這些股票 它都是所謂的 有一點點偏向說景氣循環股 它並不是所謂的高科技的成長股 那像是8016系創 它是做這個面板驅動IC 那像是見頂 晶圓電 它比較偏向是PCB版 對等於是說 它近期會這麼的強勢 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說 它剛好在產業的股底 但是它從產業股底 復甦到原本的水位 它的股價可能就會開始停頓了 所以我覺得說 這些裡面的成分股 最有機率是漲到明年的 可能說第一季左右 可是從第一季開始 它的一些庫存 跟它獲利情況 恢復到正常水位之後 它的爆發力可能就不會到這麼的好 對 好喔 所以那不要一年啦 做股票這樣 我都沒有 沒有一年 五點也沒有明天啦 好不好 會我覺得說 如果是 一個月可不可以 會 一個月還會再漲 一個月激情可以 因為說這些都是剛剛好 第二季的股底 從股底向上翻揚 所以基本上都還會 所以COCO一個月也可以 你說 喔不是 COCO如果問這個問題 你會回答一個月 一個月OK 就一個月還會再漲 好我懂了 好那這一個月先做這些股票 好不好 這次來股票大家自己截圖 246890 好不好 好第一名這個是剛才的 3016 細創 好 這個還會再漲 老師 那裡面當然說一定還是有分好壞 那我覺得說 如果說以空間來講最大的 我覺得會是 豐測族群 對包含像是6147的齊邦 那還有像是 這個2449的晶圓電 我都覺得還不錯 因為說以齊邦來講 齊邦他 也是因為說在上半年 他有所謂的 消費性電子的庫存要消化 對那一直到今年第三季 才開始消化完畢 那以齊邦的未來的EPS來看 明年大概是可以賺到 6到7塊錢左右 那也比很低耶 對啊 齊邦不是是封測的嗎 它是封測 它是封測 驅動IC的封測是不是 驅動IC的封測 對對對 那第一名就是 細創也是驅動IC 它是驅動IC的IC 所以說整個驅動IC 你覺得好像從這邊看起來 已經到谷底了齁 我覺得到谷底 它會從谷底回到合理的水位 但是能不能再回到 疫情前那種爆發式的走法 是 谷底回到合理的水位就夠了 我之前年有有沒有看到 最先去固存 先從股價到7塊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講這些東西 專業的齁 老師就是告訴大家 從拉遠一點點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有年有 從200塊到400塊 不去固存而已嗎 其實他就去固存 還沒有整個回覆嘛 對對對 老師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 所以這邊 驅動IC相關的 下游產業要注意一下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來下一張股票 再來是30400的見頂 因為說見頂是在台廠中 少數有在做高階車用版的PCB廠 對那見頂跟這個近期也是很熱門的 這個定頂投控相比起來 其實見頂它的獲利情況 是相對比較穩定一點點 對那以見頂目前的 2024的預估EPS來講 現在股價的本益比 也大約是落在15到16倍左右而已 其實還不貴 對所以我覺得見頂 它是還有向山的空間 長那麼多你覺得不貴 對因為其實說 以見頂來講 它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是15到16倍 對那如果說跟一些 爆發力比較好的 車用版來講 我覺得到20倍是蠻有機會的 而且有搭載AI 聽到AI伺服器有沒有 就開心了 對對對 所以我發現你選股票 雖然你講的是籌碼面 可是你更注重基本面 對對對 所以你選的股票有籌碼面 基本面還有技術線型的強勢 你看季線資產 謝謝老師 那我們面面俱到 不知道就落伍了 有沒有學到 老師今天有沒有 go deeper deeper很deeper 好吧 你真的很好cue 怎麼好吧 不知道就落伍 基增750億 760億 760億 00929 月配的這些 標股秘密 學到沒 其實老師覺得 10929裡面 這些棋方跟劍頂 也有基本面 也有抽牌面 也有技術面的 標股大家有沒有學到 學到的話如果喜歡 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晚間八點三千 一三五節 二四四教學影片 好 最後還是的話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廢廢廢物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台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等 邰奇 二月一周 创歌虎 閃千棒 開自家 打 你的嘴巴 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殺死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原地他不用機會錯過 怎麼答覆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培養紀律 常不去是貓一種 OK 能夠看多看空 瞬瞎秋冬 都有用噴在你左右 賣酒噴 賣這套 挑一之前要考慮自信 瘋狂 故事不理 設定先告訴你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 故事不理 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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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謝光臨 瘋狂 股市不利 順 爛鐵財富 財富 財富